洛杉矶线的新冠疫情传播加剧 在过去五天平均每天都新增超过了4000例 洛杉的公共卫生局 继上周对于酒吧还有餐馆等等商业 实施了宵禁措施之后 自本周三开始将会进一步提升防疫的限制措施 这也取消了所有餐厅酒吧的户外用餐活动 如果疫情继续上升的话 平均每天新增超过了4500例 则将会考虑再一次的实施居家令 刚刚过去的周六 洛杉矶线新冠确诊新增4522例 周日则新增2718例 洛杉矶线卫生局上周决定 如果五天平均每天新增病例超过4000例 就要停止目前尚被允许的餐厅酒吧户外用餐 而截至周日 洛杉过去五天平均新增感染为4097例 并自上周三以来新增病例高达20487例 同时住院人数也急剧增加 周日的新增住院人数上升至1401人 为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过去的七天里 住院患者的数量增加了约35% 一个月前的每日住院人数仅为730人 为此 洛杉决定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即上周提出餐厅、酒吧及其他酒业 每天不能在晚上10点至清晨6点营业之外 从本周三晚上10点开始 所有餐馆、酒吧以及酒业 全部停止 包括户外在内的堂食 餐厅、酒吧和酒厂仍能零售 但只限于外卖、驾车购买或者送货上门的服务 洛杉公共卫生局称 此举是为了减少拥挤和在人们不戴口罩场合中暴露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人而言 本周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假期 是每年一度最重要的家庭聚会 就如中国农历新年一般 尽管疫情严重 而公共卫生专家也一直呼吁大家不要进行非必要的旅行 但根据媒体报道 全美已经有上百万的民众开始了感恩节的旅行 大部分与家人团聚 这些旅行与聚会造成了各级政府与公共卫生 对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洛杉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表示 在感恩节假期庆祝活动时 许多家庭会想念在新冠疫情中逝世的亲人 持续的大量病例需要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以限制人们在不戴口罩的环境中混合 他表示 希望人们继续通过订外卖或者送货服务 来支持餐馆以及就业 但也热切希望 每一个洛杉矶线的居民都遵守 可以减缓传播的公共卫生指令 目前 除了洛杉的疫情限制措施 加州也在上周六开始实施宵禁 要求晚上10点到清晨5点 没有必要药物在身的民众均留在家中 这一项措施将延续至12月21日 洛杉矶现新的限制措施 对很多希望在感恩节 及圣诞节假日放手一搏的餐厅酒吧 造成了很大打击 帕莎迪娜 格雷格史密斯 拥有三家餐厅 包括一家百老汇烧烤餐厅 大部分业务来自假期 总有一些想在晚饭之后逛一夜的顾客 他花费了数万美元来购买暖气 为在寒冷天气的营业做好了准备 但现在这些都白费了 很多餐厅都担心疫情的如此反复 他们的生意能否生存下去 不过 疫情当头 人命关天 绝大部分业者表示会遵守限制措施 除了落线之外 南加州各县疫情都有上升趋势 尔湾的一间大学就传出了49名在校学生 和16名在校员工被感染的消息 校方表示 被感染的师生和员工绝大多数无症状 且所有人都在隔离当中 但校方也表示 不希望学生在感恩节到外州旅行 天下卫视洛杉矶编辑报道 中文字幕補兼团